Hello 大家好 由于我昨天上传关于iOS14 如何把我逼疯的影片得到你们的热烈回应 也有好几位小可爱 跟我要求说他们要教学影片 所以这个星期呢 我决定给你们来一个教学影片 就是如何打造强迫症的homescreen 那我们现在开始咯 Step 1 颜色分类 根据你所有APP的颜色将它们分别好 就好像萤幕上显示的一样 Step 2 下载软件 到Apple Store搜寻Widget Smith 然后下载 下载成功了以后呢 你就能继续Step 3了 Step 3呢就是找图 一般上我找图都是用Pinterest 但是如果你们不想要用Pinterest 想要用自己的软件的话都可以 Step 4 打开你的Widget Smith软件 你会看到有三个不同大小的Widget 你可以选择任何一个大小都是没问题的 但是在这里我会选择中size的Widget 因为这样会比较符合我第一页的版面 接下来呢就是依照你个人的喜好 选择你想要的风格 选择好你要的风格以后 你就可以定制你自己喜欢的字体 颜色 位置等等的 就这样一个中size的Widget就完成咯 记得要把它存起来咯 其实接下来的步骤都是大同小异的 只是它的size不同 所以我现在在做的呢 就是做多两个小的 去完成一个完整的版面 完成了以后呢我们就回到主页面 然后Edit Home Screen 把我们刚做好的Widget都加在我们的主页面上 都加好了以后呢 那你就能开始把它排成你喜欢的风格 把它慢慢的排列 这样一个主页面基本上就完成了 接下来的影片呢是重复的 所以我就不多说咯 你们可以自己看咯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 拜拜 拜拜 by bwd6